马克思先生不远万里而来 欢迎欢迎 这个西方朋友跟我们果然不太一样 来 请 看座 我早就想来拜访夫子了 我听说1925年 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马克思静文庙》 曾经畅想过你我相遇的场景 文章中您发问 马克思主义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实现 是啊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中国民间普遍都是您的思想 人们就担心 咱俩到底合不合拍啊 诸位说呢 当然合拍 我看未必 是啊 不过对于你我的相遇 历史上曾有过争论 马克思先生 请与我一部长廊 我们一起探讨切磋 这个书院已经1047岁了 后面有个藏书阁藏着不少典籍 请您到这儿来 是为了让您亲身感受一下中华文化 而且书院有会讲的传统 马克思先生 我们请一部讲堂再详细聊聊 好的 请 欢迎两位先生 诸位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赵东梅 现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书 我是张国作 中国文化软实研究中心的教授 那在我们身后的呢 这些都是专程来听会讲的学生 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交流 刚才天哲对岳路书院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想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习总书记提出 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就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那么在6月2号所召开的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总书记又特别 对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 给予高度的强调 现在人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啊 难道仅仅因为 中华文明渊远流长 那么总书记才要强调 第二个结合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是不是 首先请马克思和孔子 这两位伟大的仙者 开脚给我们一起 我们相互交流 马克思先生 我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与先生讨教 不敢当呀 您的学说往上继承了2500年 往下 又开启了2500年 有学者夸奖 您保存了中国的心 讨论中国传统文化 我该向您讨教 才对啊 孔子 孔子 马克思 天生气和 马克思先生 你我可能还是有些不同 比如 时代不同 我那时候 还是农耕文明 您的学说 比我晚了2000多年 没错 我那时候 欧洲资本主义制度 趋于成熟 而且地域也不同 我吸收了十九世纪 英 法 德 三种主要的思潮 不过 我觉得 更大的区别是 我的学说 立足点是阶级 而你们 似乎没有这个说法 在我的学说里 没有阶级之分 只有君子 与小人之别 您研究的 人与人的关系 是以宗法制度 为基础 您致力于维护 一个稳定的体系 而我 则是致力于 全人类的解放 我不会成为 现存国家的 魏道士 我是资产阶级的 掘墓人 似有不同 却也相似 你我不都是希望 为人类谋得最高的幸福吗 对对对 我是在 憧憬一个至高至远的理想世界 在那里 人人都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我把它称为 共产社会 我也主张 建立一个人人幸福平等的社会 在那里 社会财富都不必藏于己 而是分享给社会 我把它称为 天下大同 那你我的见解 有颇多相似之处呀 二位先生 请问 二位的思想 是如何能够结合到一起的呢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 一个目的 这个问题 我想先听听你们辅导老师的答案 这个学生很善于思考问题 第二个结合 具有非常重要的必然性 包括观念的相容性 实践呼唤的需求性 理论发展的必要性 和历史逻辑的必然性 例如 我们从社会馆来看 孔子说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及子 是老有所踪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金瓜孤独 废基者 皆有所养 其实他所描绘的 这种大同社会理想 和马克思所描绘的 共产主理想 和其相似啊 其次呢 还有价值立场上的高度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民本思想 其实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我认同这个观点 历史活动 是群众的活动 人民群众 是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历史 变革的 决定性力量 没错 上书里就有 民为邦本 本故邦宁 夫子所言甚是 我也说过 德众则德国 施众则施国 水则载舟 水则复舟 为政治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后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饶为本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们就还可以从 思维观这个角度来看 比如说老子杨 他说无为而至 斯先生 如今你是二女二三年了 我们是想画出 二老今天的模样吗 哦 今天的我们 莫非变了个人不成 这个说不好啊 时代不同了 当年您周游列国 花了多长时间呢 我和我的弟子们去 魏 曹 宋 齐 正 晋 陈 蔡 除灯国 大概花了十四年 您曾经去的那几个 诸侯国 现在不过是 河南 山东那几个县市 您的第一段旅程 从鲁国 京卫国 到曹国 现在只要乘坐 武南高铁 五十八分钟就到了 哦 不可思议啊 我曾经 在伦敦 牛津街上的一家 玩具店的橱窗里 看到了一条 电动蒸汽铁路 当时 我就感觉 电力时代的火车 会比蒸汽时代的 先进了许多 现在来看 果不其然 时代在发展 你我也在发展 马克思先生 我倒是很期待 这幅画呢 来 我们讲堂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同学们呢 给两位先生 画了一幅肖像 来 同学们 展示展示 虽然马克思先生 是德国人 但是我给您 穿上了糖装 这样更有中国气派 不知道先生 您满不满意 我觉得挺精神 我到中国 一百多年了 其实 我早就是 一个中国人了 哈哈哈哈 珠子您好 我抖胆 给您 换上了西装 与之前的 孔老夫子 快点